看着两人撕逼的混乱场面 看到刘邦瞬间头到 就在不久前 老刘为了联合陈瑜的几万兵马 不得已答应对方的要求 那就是用张二的人头来换取双方联盟 陈张二人原本是过命的文景之交 可惜之后却分道扬镳 发展成不死不休的仇敌 老刘思前想后 最终搞了个假人头 糊弄得陈瑜信以为真 当晚就跑到汉营结盟 文文没想到 张二听说老刘在请客吃饭 死活要来蹭 你糊涂了 张二的脑袋我早给陈瑜了 他们怎么能碰上呢 大王 那怎么办 你非得惹大事不可呀 赶快赶快拦住他们 卢文立马撒鸭子去阻止 不忧分说的把张二拉去洗头房happy 老张瞬间化身正义时辙 声称自己是个正经人 说少也不肯放开玩耍 趁着炉碗蹲菜的空档 直接溜后门跑了 马不停蹄去找老刘 碰巧此时 陈瑜正喝得起劲 一个界的感谢刘邦 替自己除了张二 不料下一秒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死闭场面即将上演 哎呀汉王喝酒 怎么不得我张二呢 别拦着我 哎呀长山王 汉王我张二来晚了 张二 陈瑜 老哥俩一碰面 一个比一个蒙圈 尤其陈瑜 简直怀疑自己喝了假酒 不是说张二已经被杀了吗 人头都送到眼前了 咋又他们活过来了 俩俩头如同泼妇一般 当场撕打在一起 陈瑜再傻也明白了 这姓刘的是耍自己呢 刘邦你先了 你不打扯 行了 扑他们起来 刘邦一个头两个大 但身为顶级老流氓 他很快调整情绪 开启演技狂飙模式 大方承认了欺骗 并表示歉意 面子绝对给到威 随后又扮演几何事老 都是兄弟 何必闹到这份上 陈瑜 你跟张二是兄弟吧 以前是 现在不是了 将来是 张二是我的大哥 陈瑜是我的兄弟 我能杀他吗 老张啊 人陈瑜是真想要你脑袋吗 他只不过是说气话 隔几个风餐露宿 转战千里创业 为的难道只是一块地吗 还是什么狗屁王后 当然都不是 是天下呀 对吗 我不愿意看到兄弟之间的厮杀 我们要和和睦睦 联合抗处我的 这是大事啊 刘邦一顿自问自答的嘴炮 压根不给俩人回答的机会 当场将所有人绑到了同一战车 再加上他们身处汉营 在人家的地盘 再大的气也得憋着 不过说到底 联盟的大前提还是利益分配 于是刘邦直接大手一挥 把张尔被抢走的封地 许诺陈瑜不用归还 从此以后归你管乡 这样行了吗 汉王 行了吗 陈瑜心里乐开的花 算是默认了 对于张尔 老刘也没有亏单 从自己的地盘里割出 大块的肥沃土地 划归给张尔 这样行吗 汉王 行不行 你告诉我行不行 这不结了吗 你们之间有多大的仇 有多大的恨啊 我今天不想再多说 听 咱们一起走路 不听吗 我们从此以后 可能还真不是兄弟了 刘邦利用主场优势 以大棒加填枣的组合剂 总算暂时摆平了两人 毕竟眼下最关键的是干掉项羽 到时候邻军各回各家 各找各忙 等自己恢复过来 再挨个收拾 一统天销 哎 敌军情形如何 汉军根本不定用 工程战打得稀松平常 我们已经打退他们十几次进攻了 哦 令局探报 向往已经回兵 来救鹏城了 我这不能呆了 准备启程 范曾不愧为楚汉时期最顶尖的谋士之一 仅凭简单的两句话 就判断出兵先韩信的真正计划 刘邦率领56万大军 由韩信统一指挥 直接发动了对鹏城的进攻 离三层外三层 将城池围得水泄不通 面对如此危局 范曾丝毫不慌 虽说守城士兵不多 但城内粮草充足 防御系统完善 守城压根不是问题 只要等到向与率军回归 刘邦肯定会下得立马撤队 得知汉军主帅是韩信后 老头先是一愣 很快就反应过来 击败张韩的是他吗 哦那不可轻敌啊 据探报 这个韩信还曾经在向王军帐中 担任过执己郎中 在向王军帐中 当过执己郎中 范曾并没有因此而小瞧韩信 反倒更加重视起来 与此同时 韩信也在积极的排兵布阵 对他来说 攻占鹏城并非难事 最关键的是 如何借此机会 将项羽一举消灭 他决定等对方回员鹏城时 直接在半路设伏 那我们在何处设访啊 你觉得呢 我哪里知道 将军都是对的 我听将军的 那我得找到一个 他回防的必经之地 只要他敢回防 我就灭了他 攻城战连续打了两天 范曾立马跑去了解情况 结果却得知 汉军的攻势看似凶猛 实则威胁不大 每次进攻都能被轻松击退 而项羽的军队 已经在回城的路上 范曾瞬间毛骨悚然 当即下达了弃城命令 众将直接蒙圈了 这是为什么呀 他明立攻鹏城 按理等相将军回军之后 中途设下埋伏 是相王自投罗网 弃城 诺 弃城 而远在齐国的项羽 也同样看穿了韩信的目的 于是忍通做出了 赞不原就的决定 这就是西楚霸王 一旦身处战争 他总能百分百地 发挥出超强的军事天赋 从无数选项中 挑出最适合自身的那一个 如果大军遭遇伏击 很大可能会群军覆没 这就是刘邦最想看到的 项羽正是想透了这一点 才不得已放弃研究 果不其然 范曾充分发挥出 当时顶级的实力 连维不乱发布撤退命令 一路拼死坚守城墙 争取撤退时间 另一路有序撤出 而老头自己则坐镇亡城 直到最后一刻赛车 可是相国那就晚了 胜仗你们会打 诈败就不会了吗 传我令 但凡守城士兵 撤退案之许退出 不可自乱针脚 慌乱者杀 诺 争道者杀 诺 范曾用实力证明了 不是所有谋士都优柔寡断 至于王宫中的侍女们 老头的降管也有心无力了 毕竟这是战争 但唯独有一人 他绝不能坐视不管 那就是鱼姬 一旦这位出了事 项羽肯定会发疯 到时候谁也控不住 范曾派了几名士兵 保护鱼姬离开 可惜却在半路 被诸侯金堵住 如斯美人注定逃不过悲剧 千军一发之际 韩信踩点就伤 联军内乱不可避免 关注我下期再见 喜欢的观众 记得一键三连 多多转发